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我是俊夫 现在开始一位山上的蜜蜂 今天,昨天晚上就调好了这个蜂梁 但是这个蜂梁调太湿了 今天早上我要重新扎这个蜂梁进去 要重新调,但是又扎越多又加多 所以说我就不扎了 这样也差不多了 然后剩下一大盆可能也太多了 我先喂吧 喂剩了,然后拿一扎再保存吧 现在我们开始喂蜂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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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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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放圈之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所有蜜蜂香全部喂了 现在还剩下一些 最后等下那位渣吧 那位渣里面那几香 可能也放不完 夹不多吧 上去家里面也喂过了 这次要重新喂 因为剩了一点 我放在这里了吧 也是有很多秘蜂过来吃的 你看 是吧 现在上去看一下我刚才喂的第一香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蜜蜂气风量的情况 我相信应该是非常好 最香是第一香 好的 现在我们打开蜂香看一下 这是刚才喂的第一香 这些蜜蜂整整齐齐的在排队齐 效果还是不错的算 能看到吧 可能很多朋友又会说我放太多了 这个风量放那么多是吧 不会太多的 能吸完的 只要它不溜到这个香底下 真没问题 也就是说不溜到上面发霉了吧 没什么问题的 现在这个风量就全部喂好了 整长一大盆基本放完 等下剩下那些南威渣 家里面几箱 放了之后 我相信全部放完了 好的 那么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